到底可不可以錄啊不管啊 好來 我再做一次喔 好第一個你要有一個元件 我重做 80 高兩公分 轉成元件記住一定要轉成元件 好設定 這個我順便跟同學講一下 按下去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 原點好改 他因為他會自動貼起 可是老師建議你這個X軸Y軸都不要動 免得你 設定的時候你在之後調整會很難調整 按一下 好了之後 建立 好所以他的 軸心已經換到這裡來了 我們要變成動態元件這邊選 動態元件屬性 好了之後來 比如我先 我這個如果是要移動 我可以用這個位置 我也可以加旋轉 這個都可以 好再來喔 再來我們要增加行為 行為就是 這裡工具這裡有個互動 移到上面你可以看到 你看我還沒有設 設定行為的時候它是一個禁止符號 所以你一定要在這邊 設定一個on click 就是點一下 他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來 再來 一樣 這裡有一個函數 你去選 底下有個 Animator 有沒有on click的函數 有沒有有這些 這個 Slow 就是他在動的時候他會有 加速減速啊這個 我們先用最簡單的 好 一樣要把 這 那個滑鼠要在這邊點一下再按插入 插入了之後比如這個是 要移動的 你就是在這裡先把它Delete掉 在這裡點一下 就可以了有沒有 好狀態1比如225 我這寬度是80 80嘛所以再加80305 再加 8385 Enter Enter了之後你可以看工具這邊就有個互動 點一下 我這沒有改一定要改成那個 這個 Enter 跑到哪裡去了 你那個305跟385 你走 對啊嚇死人已經跑到3萬多去了 30萬了 糟糕30萬跑不回來了 跑不回來了 不要緊張 哎呀 糟糕 回來了啦 不要緊張 有沒有 所以他就可以動了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啊 好像 這裡就不能再一個on click 知道意思嗎 因為他不能有兩種動作啊又翻轉又 移動 所以你可以看我現在變成移動喔 我現在 讓他變成 旋轉喔 旋轉喔 所以你可以看 所以這個是 X軸嘛 這裡是Y軸嘛 這裡是利軸嘛 所以你可以看如果變成利軸喔 我這樣子喔 你注意看 按Enter 因為利軸是這樣子嘛 所以他旋轉就變成這樣子 好 所以你可以看我現在把 標成 那個 X軸 我輸入X 0度 90度 90度 好 你可以看 有沒有 他就可以這樣子轉 所以這個就是動態元件的設定 我先把 停止共用看 到底有沒有錄起來 有沒有錄起來 好 是 一 嘴 大